Hello大家午安 星期五啦 又是大家最開心的日子啦 小周末 然後呢 有沒有已經安排好明天要去哪裡玩了呢 或是吃什麼好料的 好好我們的馬兒贈活動呢 歡慶我們的七夕情人節喔 然後一樣持續著送這個萬用化妝包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只要買台幣金額1500跟200 馬幣200元就有了 然後呢 不論是新加坡 香港澳台灣大馬的粉絲通通都可以獲得 那據我所知呢 這個包包已經不多了 所以呢 我昨天就開始了 那我們講送完為止喔 那我們就是一張訂單金額只要有 馬幣200元跟台幣1500 你就可以免費獲得這個 好超級萬用 那這個怎麼用 昨天Newer已經教過大家囉 你們自己到網上去看一下 超級超級方便的懶人 那我昨天有介紹過 除了妝就是化妝品以外啊 可以放一些小襪子啊 泳裝啊等等都很適合 它是這種微防潑水的材質喔 好 再來呢 我覺得今天呢 今天啊 怎麼Newer身上穿的 好像不是今天的新品 因為我今天上班來的時候就穿這樣 我覺得 我就是 覺得很好看 所以想說 好啦 那今天直播開始就先不用換衣服 先這樣子來做一個開播的動作 那今天呢 有沒有發現我們全部都是上牛仔系列 大家最喜歡的喔 那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裡面呢 有東西是不開放預購的喔 牛仔系列 還有上週Newer就是帶小朋友親子姿 有穿的吊帶長褲 今天也在我們的新品裡面 超級好看的 好你們敲碗的東西 非常非常快就上架 那總而言之呢 我們不分地區喔 所以呢 你只要金額有滿就可以獲得囉 好啦 大家早安 午安 然後褲子真的超級超級好看 這一件啊已經預購了 所以呢 會幫大家追加 那有很多人應該這幾天就會收到 好 總而言之我還是要先交代這個 還有呢 如果你要下單東西的時候 可以到我們的夏季初青 三折五折稍微搶一下便宜 可能呢 或許你是新粉沒有看過 有需要的 或是靈馬缺色的東西 是你想要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 就是三折五折 真的要命的便宜 所以呢 老實講裡面真的沒剩什麼東西了啦 但是呢 都有機會都有機會 因為難免會有人煩忙 沒有去取貨 或是取消訂單等等之類的 所以呢 自己看一下東西 那這個化妝包呢 我就不再介紹囉 如果不知道怎麼使用的話 其實可以到我們官網上去看囉 好不好 那我今天比較想要 趕快來介紹我們的牛仔系列 因為我覺得每一件都很好看 而且呢 GM上了這麼多的牛仔系列 都不一樣 讓大家的衣櫃 琳瑯滿目的牛仔 都不會有撞山的感覺喔 今天超多牛仔 而且有牛仔襯衫羊 有牛仔褲 有牛仔褲 有牛仔上衣 有牛仔洋裝 牛仔套裝 牛仔連身褲 所有呢都是很難挑選的 而且呢 你要拿到這個其實很容易啦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門檻一定非常非常的低 這個東西你收到 我覺得它有一定的本質的價值在喔 因為它真的質感非常好 而且我們還特別選用這種專機去刺繡的 Girls Monday的很可愛的一個logo 所以呢你們收到一定會非常非常喜歡 那這個是隨機出貨 粉色黑色都是我們親自挑選的顏色 所以呢 我覺得兩個都很可愛 所以大家也不會說 拿到這個想要哪一個 因為兩個都很實用的顏色喔 好啦那今天呢 來今天 我真的很想趕快介紹了啦 然後呢大家 化妝包可以購買嗎 不能購買 我們只送不賣 所以呢 然後呢 我剛剛講的蠻額正活動是這樣 我們從昨天就開始開跑 那到今天呢 其實要上來直播之前 已經有稍微看了一下 數量升不多了 我覺得有可能今天 明天可能就不夠了 那如果呢 你的訂單沒有跳出來 就代表沒有囉 所以呢 只要你有買1500 買馬幣200就會有囉 好 然後呢 大家呢 今天如何得到化妝包 消費買1500跟馬幣200就有 非常非常容易 但其實我覺得 呃 真的也不用想太多啦 因為具體的東西 真的非常好買 真的東加西簡 我看過大家 其實大家超過1500 基本上是很基本的 所以呢 你如果擦那麼一點點 就稍微加一點點 小便宜的小背心啊 或是一些耳環啊 也都可以 就可以達到那個蠻額正 反正那個東西 非常非常棒 好 在等說話 總盲裡面一定會喜歡 因為我真的覺得 超級超級好用的 好 那今天 琳瑯瑪目全部都是牛仔 大家要挺好了 牛仔系列一直都是 劇院非常強烈的東西 非常厲害的東西 每一個呢 今天我所準備的東西 都做滿了功課 要趕快跟大家介紹了 因為呢 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剛剛前面就介紹過了 有褲子 有上衣 有洋裝 有套裝 有連身褲 所以呢 所有的種類牛仔 都是牛仔 但是不一樣 尤其是今天有一件 我要特別先穿搭的牛仔 它就是這個牛仔短褲 它是五分褲 那它是比較休閒版的五分褲 這一件不開放預購 所以我等一下第一件 也會先來介紹它 好不好 它是有彈力的五分褲 然後這一件是今天牛仔系列 不開放預購的 其他我們都會開放預購 那我在介紹之前 還是先把話說清楚 牛仔系列一直都是 是捐非常夯的東西 所以呢 我告訴大家 如果沒有現貨的話 你要等 一定要等 好 等待會是值得的 但是今天全數滿滿的現貨 讓台馬的粉絲來購買 所以呢 有現貨又有滿額證 如果你現在再不買 到時候買到預購 又沒有滿額證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虧大了 所以呢 請大家認真聽好 今天都是滿滿的現貨給大家 好那我要先來講一下 我身上這一件雖然不是今天的啦 但是這就是我今天 早上送小朋友上學的衣服 所以我想說 欸今天剛好牛仔系列 我又穿牛仔褲 這也是我們家買得非常好的牛仔褲 所以我也覺得我順便穿了 那這個牛仔褲要等喔 所以如果呢 你要一起下單 或是你想要分開下單也都可以 它現在是要等的 然後先跟大家講 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這一件是 SML都可以穿的牛仔寬褲 然後呢 它的Range非常非常的大 大家收到都非常喜歡 然後它不會到很厚 然後它是軟料的材質 然後重點是 我覺得最漂亮的是這個開扣 它是做這種雙扣的 好然後後面就是做鬆緊腰 上身呢 我超喜歡的 就是到L號都可以穿的提花小背心 好所以這一件呢 是昨天的新鐵賣的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後面呢 還有這個可調式的鐵肩帶 所以呢洗禮的時候不容易壞掉 好今天這一套我簡單帶過 因為這就是我今天 來上班的穿著 首先呢 今天晚上要來穿第一件囉 第一套呢 我要跟大家說 這一套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下身是今天的新品 然後要告訴大家 這一件下身 不開放預購 我覺得只要聽到不開放預購的東西 都很緊張耶 因為呢 它就是等一下售完的話 我們就只有等待 就只有等待 什麼時候會有 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只有等待喔 好所以呢 請大家自己 稍微 看一下你想要的東西 好然後呢自己加入購物車了 好那我現在穿的這一件啊 牛仔褲 它是五分褲 它不算是超級寬 也不算是超級窄的五分褲 我覺得它很特別 好我先這樣子給大家看 好這件五分褲啊 它是有點半修顯式 不是整個貼身的 也不是整個寬鬆的 穿起來非常非常的瘦 那我上身配的這一件呢 我等一下會配不一樣的 有可愛的 有帥性的 然後也有不同的風格的上衣給大家看 好我先配這一件給大家看 首先呢 褲子啊很明顯的 它就算是四五分褲了 再來呢我跟大家說 這件褲子不開放預購 它也是我們GM頭一次出的 我超級喜歡的 因為它就是有一點點帥性的感覺 那你可以穿這種拖 或者是 你有買GM的小白鞋的人 你也可以買這一件 因為呢這個小白鞋這樣搭 我覺得五分褲身型還是瘦的 很多五分褲買不好啊 你會變超矮腿超胖的 好來講細節了 它呢已經有沒有看到它超級好看的 那我要趕快講 因為它不開放預購 我是穿S號 它是有微微彈的 尺寸非常標準 買自己的尺寸 SMLXL 讓大家做選擇 好 而且這一次的五分褲 它是寬版的 看到了嗎 它下面不是這種合景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的肉會擠出來等等之類 下面是寬版修身的 而且它穿起來 非常非常的窄小之外呢 我們有稍微做了一點小特殊 割破 割破 然後兩個割破的點 一個是這樣子開的 都不會越裂越開 而且它算是一個中腰的褲子 不是低腰是中腰 剛好在我的肚臍之上 超級好看的這一件 而且呢這一件 跟大家的那個 完全的那個衣服的感覺 以前的通通都不一樣 通通都不一樣 好 所以呢褲子的部分 你看屁股 它完全不會整個貼緊身 因為我剛剛講它是有彈性的 所以這件五分褲穿起來 是可以 我覺得是可以去慢跑的 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後呢有沒有看到彈性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在它腿的地方 它腿的地方不是緊的 所以讓你的腿看起來 整個人很瘦 那上身怎麼搭呢 很多人喜歡搭大梯 但是妞兒倒是喜歡露一點小肚子 讓整個人就是有點帥性 時尚的感覺 等一下呢我也可以把衣服放下來 其實有些人就是不習慣 因為我為什麼很多人 他喜歡把衣服放下來 覺得穿五分褲就是要放下來 我覺得看個人 喜歡放就放 那我是覺得 加上去我覺得身形比例好很多 所以可以看大家自己喜歡的穿搭 這一件為什麼要第一個介紹 因為它不開放任何的預購 然後呢這個褲型呢 也是大家一直貴求說 可不可以有五分褲再來一款馬褲之類的 但是我們之前出的馬褲是合的嘛 這一次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完全都可以接受 而且女生骨盆比較寬的 這一件呢它也是把我們的骨盆修得很小很小 有沒有看到 它完全不會到緊身 然後穿起來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上身的部分妞兒稍微換一下 我上身剛剛穿的這個丁丁上衣啊 它總共有三個色 就是黑色灰色跟白色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參考我們的上衣 那今天有買了這個活動 所以我覺得買東西非常非常的滑算 另外一款呢是我們一直追加 這一件應該老粉看到 看到 呃不知道多少遍了 好我很喜歡拿這一件來做穿的 它是一個超級大彈力 超級高彈的一個 和夜秀的一個上衣 T 我覺得這一件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呢彈性超好 所以也超好綁 而且呢這一件它有很可愛的白色 配紫色的字 還有咖啡奶茶色跟 你看這黑色這麼彈 然後拉鞋間 好它就是顛覆了我們平常穿的那種 休閒五分褲的感覺 所以妞兒會一系列搭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上衣讓大家看 五分褲有些人老是怎麼搭就是很帥 它就是跟帥結合 所以有些人不知道怎麼穿搭 其實對妞兒搭起來跟GN的風格 我覺得是非常吻合 而且呢五分褲還可以穿到三切比例 真的不容易喔 五分褲呢只要你買失敗 就會又胖又矮 腿又粗又短 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所以呢像我自己在買五分褲 我也就只有一件 這個是第二條 第一條就是我們GN的五分褲 第二條就是這一條 因為我自己曾經有買過一條五分褲 那算是第一條啦 算是第一條 因為呢我覺得穿起來實在太胖 所以再也就沒有穿過了 但是這個啊 放心吧 我已經測試過太多太多的人了 穿起來是好穿修身 然後又顯比例 然後但是又不會 你看我的屁股完全也沒有貼近 而且剛剛講它是有彈力的 然後上身呢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不用特別去找大T 只要是你買過GN的T恤 通通都可以搭 比馬褲更好看對不對 因為之前的馬褲可能 馬褲的定義就是它整個是合緊繃的 所以呢這一次啊 我們的褲型把它稍微放寬一點點 讓大家第一個舒服 第二個看起來再更瘦一些些 好不好非常好看 那上衣小幫手幫我拿一下這個顏色好不好 我們這件上衣啊賣得超級好 它醜應該已經賣了三個月以上有了 追加追加再追加 然後超級超級大坦 好這件有現貨 所以你今天跟牛仔現貨一起買的話 可以今天下午就出貨 那我剛剛講有些人不喜歡綁 他喜歡蓋屁股 很多人覺得馬褲就是要蓋屁股 為什麼你們有這個想法 就是你們剛剛講的 因為馬褲以前都很緊 所以呢覺得不蓋屁股好像有點害羞 但是呢我們這一件是完全不需要 那我要提醒大家喔 我們呢就是這一件是現貨囉 所以呢不開放預購 那我身上的還有這個兩個顏色 都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你們可以自己去挑你們喜歡的顏色囉 好那接下來呢 妞兒還想要用利用這一條褲子 來穿戴一個比較可愛的造型 就是我們賣得非常好的這個粉紫連帽 好這個還在瘋狂追加中 總共四個顏色 大家應該對他印象很深 那是我們新品裡面賣得非常好的T類喔 他就是有粉色奶茶色綠色跟白色 你看如果你呢最近有買這一件收到的 或是你還沒收到未來收到 你也可以配成這樣 我覺得不一定是帥性 這款腰部那裡有彈性嗎 我覺得他的彈性不是很大 不是那種超彈的 因為呢我剛剛講的這次的馬褲 我們不是要做合身的 所以我沒有讓他很彈 所以他整件布料都是用一樣的布料做的 他只有微微彈 但是他不是那種可以拉到超彈 那妞兒穿S還有空間可以就是 收衣服進去 所以你買正常尺寸就可以了 好然後呢如果你是戴一些短板上衣 你看他剛好有介紹他是中腰 所以你穿一些短板也不會露肚子 然後身材比例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好那上衣的顏色我就不再穿了 他總共就是有四個顏色 好就是有這個賣得很好的奶茶色 比較秋冬的感覺 或是這個綠色 哎呦我們的綠色 好綠色是我很喜歡的顏色 然後這個粉紅色就是女生最愛的 然後還有非常基本我非常大推的白色 因為我們家白色真的真的非常亮很好看 好這個你可以自己去拼湊一下你要買什麼東西 好扣子介紹到這邊了 如果還有尺寸問題或是其他的問題 趕快在下面發問 目前都是現貨 那脫掉之後我等一下有機會再穿 然後我要提醒大家這一件呢 他是不開放預購 好再來呢我要提醒後面現在的粉絲 我們在送滿額鎮的活動 這個真的剩不多了 然後呢就是台幣1500跟馬幣200元的部分就可以獲得他 那我們不分地區喔 港澳新加坡通通 只要你的金額有滿我們就會送囉 好那妞兒要繼續囉 好再來呢我要來穿什麼呢 好我先來穿這一件好了啦 這一件呢就是我知道大家會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等他很久了 大概已經看過我穿了對不對 其實我上禮拜就不小心的曝光了 因為呢妞兒帶小朋友出去 我覺得我每次假日出門啊都好喜歡穿牛仔喔 因為我覺得穿牛仔好方便喔 好這一件呢就是我本人非常非常喜歡的 牛仔開岔褲 然後這一件呢跟大家講他大概可以穿到小L 那我等一下跟大家講一下 好所以呢小LL號粉絲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他大概可以到小L 那其實他本身的布料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這一件呢 就是你們看到的這一件 好來這一次呢 這一件啊不論是誰看到 上禮拜都一直問 私訊整個爆炸 不論是我自己的朋友 還是就是GN的IG喔 全部爆炸 就是這一件 軟料超級超級軟 我跟你講軟不軟看抬腳就知道了 超級超級軟 然後呢非常舒適 修身的連身褲 好這一件呢他呢主要剛講說到小L的原因是 這邊這邊我們剛剛小方手試穿過了 所以到大概到小L 你可以你們可以再詢問一下尺寸 那本身其實度圍胸圍都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我要來介紹囉 這一件其實我跟大家已經很熟悉了 上禮拜六日我都穿這一件還穿兩天 好先給大家看長度好了 牛人穿著的是我們家的厚底小白鞋 離地尺寸大概還有五公分 所以呢一五五的粉絲你大概是落地 一五五以下的粉絲你大概就是穿一點高鞋 或是厚一點的鞋 再來呢他的腳做了兩個前叉 放心他不會太over也不會太誇張 就是你走路的時候會看到叉但沒有影響 也不會過長也不會落地 好再來呢腰的部分做了一個 其實S號穿著是很舒服的 然後呢他做了雙扣跟拉列 一樣是做反車 所以整個線條非常的漂亮喔 那胸型的部分我覺得越豐滿穿越好 或越好看當然這是一定的 再來呢如果呢像小幫手剛剛就是 他說我沒辦法像你一樣每天都露手臂 他就加有袖子短袖的衣服在裡面 我覺得也非常非常可愛喔 再來很棒的是肩帶完全是讓自己去綁的 剛剛呢因為我的小幫手比較高 他試穿他是160級以上 快都把他翻很高對了 就是呢他可能就會利用肩帶去做調整縮放高低的位置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綁 後背的地方來 一樣就是非常修身 然後他的鬆緊帶是做這樣的 好所以非常非常的舒服 這一件啊我超級喜歡他的 就是一拿了出門就穿 然後拍照又好看 你看隨便一站 隨便一反拍一個鏡子 腿都好長都好好看 而且呢他的長度真的做得很棒 讓大家不會很困擾說 蛤小喇叭又那麼長 然後又開叉會不會很難搭 這一件呢今天上架你一定要去趕快買 大家都等好久好久 然後他的腰我覺得做得很纖細 其實完全不會到緊身 但是看起來視覺上就是非常非常的纖細喔 好那小幫手可以借我一個和聲白T 我稍微搭一下 如果平常你是不穿背心 沒辦法露手臂 覺得我就是不要的人 裡面呢家裡有的T恤 不論你是在自願買的還是在其他地方買的 我覺得應該都蠻容易的 好那白T呢我們就自己隨意加了喔 所以牛耳就只是這一件 我現在穿完這一件是沒有的喔 然後呢我就是隨意加了一個白T 家裡有的白T字母T什麼T 你就給他加上去就會非常非常的好看了 好那這個白T也是我們之前MIT的款式 所以你們要加字母的要加素的給大家看一下 就非常非常的容易 那我們賣場也有那種羅紋的棉T式白色的 你都可以自己加 好所以加上去的感覺大概是這樣 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完全跟無鏽的感覺不一樣 但是就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今天你看到的就是滿滿的現貨 這小腿是小喇叭 大喇叭我覺得塞更大 這算是小喇叭而已 所以呢我覺得他從側面看是寬酷 從側面看是小喇叭 所以我覺得他不太挑人穿 所以我覺得大家其實不太用擔心說 他會不會很誇張 另外呢我覺得大家只要有一點喇叭就會有點害怕 所以呢我剛剛就講了這一件我覺得是大家很好駕馭的 因為有些人看到喇叭又看到差就會覺得說誇張了 但是這一件我覺得看側面 他其實是一個寬酷的感覺 他不算是超級大巴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太用擔心 超級美的 好然後他算是一個比較深的藍 那我覺得深藍色第一個 為什麼褲裝選擇深藍色 因為瘦啊因為瘦 然後呢像我平常出去 我都穿背心嘛 所以我就會搭上我們家的這種 六色針織小外套 每天都會出片的有沒有 就是這個 好如果上禮拜遇到我的話 我就是穿這樣 我每天每次去保護公司吃飯 我一定會戴上這件六色外套 我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剛剛講了每個人人手訂單一見 我出門就怎樣 很簡單很簡單的look 又好看 你看隨便一拍照拿個包包 腿就很長 況且我是穿不是高鞋 好所以呢我覺得這個look是輕鬆休閒 好裡面的背心是什麼款 小幫手貼也是我們家的小背心 好白T你要搭白T黑T灰T 我覺得都很好看喔 好那六色的這個小外套 我就是時不時的穿它一下 這個每天都介紹過 老粉已經看到膩了 人手訂單一色 然後買過的好穿了它又回來 總共有六個顏色 好非常非常的多 好所以呢我等一下會去用穿搭的時候 來穿它們 我就不一一介紹 好那如果還不知道是什麼 很有興趣的趕快問小幫手 如果今天剛好要買的話 這個我是真的大推 好而且不只妞兒大推 是大家都非常推薦的 好那我要再來去換妝囉 好再來呢這一件 我覺得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豪邁 再來呢我現在要穿的是 來穿一個洋裝好了 好這個洋裝是完全SMLXL 可以超級輕鬆駕馭的 好這一件呢也是我有買的 因為呢對我來說 一秒變女神這種衣服 我就太喜歡了 好來 我老是喜歡來到鏡頭面前 讓大家知道衣服到底多大 怎麼穿實際的大小 好來我現在穿好衣服了 還沒有綁 我先給大家看 這麼長 這麼大 這麼寬 好 我剛剛講的SML都可以很輕鬆的駕馭 它是一個雙肩帶的挖肩 然後小蓬秀的一個軟料 看起來就非常非常的軟 非常非常的薄 好我們今天所有上架都是又薄又軟 所以你不用擔心完全沒有季節的問題喔 高溫炎熱完全可以穿 好再來呢這個綁帶你想拉多少就拉多少 你想拉多高拉多緊去決你自己 那女兒喜歡 老是喜歡九頭身 所以我都會綁在胸下的位置 我覺得 欸 苗辨很瘦 然後又很薄 然後呢 這一次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做了雙肩帶 看到了嗎 跟以往都不一樣 然後首秀今年實在太流行 小飛鼠跟小蓬蓬了 所以我們也利用一個轉換器做一個這樣子的造型 而且呢它的扣子很可愛 它的扣子是跟藍色跟牛仔色一樣 再來呢它有口袋 好最近很多人都說牛仔一定要有口袋 好我們有聽聽去 盡量盡量 有做一個圓弧形的口袋在這邊 好然後下擺全部都是扣子 但是呢 放心它不會有走光的問題 它不會有走光的問題 因為本身衣服就夠寬大件了 好再來呢屁股一樣非常非常的修身 整件呢 我覺得就是我那天穿這件出門 我就覺得拍照好美喔 而且呢好舒服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軟 很薄 它大概跟襯衫一樣薄 跟襯衫一樣薄 然後它的顏色是完全就是淺中藍 它不是完全淺白的喔 今天呢等一下 牛兒會再介紹一件上衣 今天的牛仔很好玩喔 你看 這個是這個才叫淺藍 這個是淺中藍 所以呢今天所有上架的東西 都是不同種的牛仔藍 所以你放心 就算你全部都買回家 你的衣櫃看起來也都不會是一樣的藍色衣服 所以大家可以很安心的購買喔 好 所以這一件呢我就是非常非常的熱啊 尤其是它的袖子 它袖子手袖這邊也不緊 有沒有看到 你就算想要拉上來工作什麼的 它這整個都是軟的 所以就算你要扛重物什麼的 我覺得都很方便 然後整件剛剛我再拆開一次給大家看 這件肯定大家很喜歡 因為它也是我第二名喜歡的商品 它夠大件 你意想不到 這麼大件 這麼長 它原本就長這樣 你覺得它很不起眼的 但是呢 利用你的小手 稍微你想要拉多緊拉多鬆 都取決於你自己的手 所以呢 看你想要綁高的低的都可以 很簡單就這樣一拉 就好了 然後這個藍色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提亮 我們的膚色 因為它算是淺中藍 所以呢 它不會到超白的那種洗水藍 但是呢 它又是很提亮我們膚色 就是 不論你是有染髮 沒有染髮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後背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也很漂亮 請忽略我的刮沙 它也是做一個挖肩 然後呢 肩膀窄小的人 它也不會一直掉下來 因為呢 這一次是做雙肩 雙肩帶 所以它抓你肩膀的力氣 皮膚就是越多了 所以呢 像我肩膀比較窄小 有時候穿一些會微掉微掉 我覺得這間就不會 因為這間有實際也有穿出去過了 然後長度呢 妞兒呢 認識我的都知道 是161公分 所以呢 我穿平底鞋可以 穿高鞋 我換一下比較小度假的感覺 給大家 因為我平常真的啦 帶孩子真的 沒什麼機會穿高跟鞋 如果我穿了拖鞋 給大家看看感覺是什麼 會皺嗎 我覺得呢 軟料多少會微皺 但因為它是牛仔 是休閒的東西 所以呢 皺就大概是我現在身上這一種 你可以接受嗎 其實它不是很皺 它是軟料多少會 但是牛仔它是休閒不料 所以皺是我覺得蠻正常的 所以刻意把它燙平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不夠休閒 也不夠好看 所以如果你是擔心會很皺 那你就把洋裝釣起來就好 不要用摺的就可以了 好你看一下我換上了這種 比較微小度假的那個拖鞋 如果你家裡自己有草帽的人 你看喔 牛仔喔 不一定就是我剛剛穿小白鞋 帶小小朋友的look 我們呢 換上小草帽 然後跟脫良鞋 就會不一樣 所以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換雙鞋 換個配件 換個帽子 它就可以有不一樣的感覺囉 所以我覺得我們家的洋裝 為什麼賣得這麼好 就是這樣 好我再換回小白鞋的look 我剛剛講了 我們只需要換兩個東西 頭頂上跟腳下 好就可以了啦 我就是再換一個 好這個是我們之前GN賣的帽子 你家裡有不一定要買GN的 你家裡有老帽什麼帽 浴膚帽也都可以 換上小白鞋你就換上跟下 它完全就是走一個休閒的風格 所以呢 這件洋裝真的很好用喔 真的真的一定要買回家 而且真的很好穿 最後再給大家看一次 因為呢 不給大家看 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原本多大件 就這麼大件 兩個我 然後呢 這麼大件 好然後呢 取決你自己的雙手喔 把它拉緊 好 喜歡很輕很輕 這件呢 你們其實可以看一下功課數 就像我講 有時候我要再訴說面料的厚薄度 很難講 直播真的很難講 有厚有薄 摸起來有粗有細 真的很難講 那以重量這件事 我最近都建議粉絲們去看一下功課數喔 你就可以知道這一件很涼很輕 很好穿 總而醃製就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呢 今天的商品都有現貨 包括你現在看到 但我知道今天的牛仔商品 真的非常非常的夯 所以呢 大家都一定會才買現貨 然後呢 欸今天是禮拜五喔 如果你買到的訂單是現貨 等一下就會出貨 等一下就會出貨了 夠快 你說不定假日 禮拜天你就可以穿 禮拜六你就可以收到超取囉 所以呢 請大家動作快喔 好不好 動作快 那現貨的話 就是會今天幫你出貨囉 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 再來呢 我要來穿一個很不一樣的套裝 好這個套裝呢 是今天所有牛仔裡面 我覺得最涼快的一件 而且它是涼的有點可怕 就是呢 我這一件衣服不是第一次穿的 然後呢 我第一次穿到的時候 我嚇到了 我以為會很熱 結果呢 這一件呢 我告訴大家 它是一個套裝 它是一個套裝 深藍色的套裝 它超級涼的 我第一次真的穿到牛仔這麼涼的 所以它今天所有的牛仔系列 最涼的 好 因為它很薄 很軟 好上下身都一樣 同布料喔 好來 這個藍色很漂亮喔 它是深藍色 深藍色呢 然後呢 搭配這樣子 黑色霧面的扣子 而且有沒有看到它很軟 好 它很軟 有沒有 它很軟 真的是鏡頭騙不了人的 軟得要命 然後很薄 有沒有看到了嗎 很薄很薄很薄 好 然後它也是一個set的概念 因為呢 大家實在太喜歡我們家的套裝了 好 出這一套啊我自己有買 而且 我有買的原因是它穿起來又瘦又涼 然後呢 又可以分開穿搭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一件 我們先來介紹上身 上身的部分呢 最特別的就是它的黑扣 黑扣 霧面黑扣 非常的有質感喔 再來 抽繩還沒介紹等一下 它是套裝一個set 然後口袋呢 做得很像真的 但是它是反車 是假的喔 它只是做一個 就是小口袋給大家喔 好 然後為了要讓大家的衣服不要那麼厚重 好看但不要那麼厚重 實際你真的想放東西 這邊有做一個很大的口袋給大家 上身的部分它也是寬裕的 大家尺寸都可以穿 而且首繡是今年最流行的 微小飛鼠繡的五分繡 那外套很好用喔 外套你可以拿去搭其他的寬褲 什麼之類的洋裝 這外套非常的好用 褲子呢我非常的喜歡 是因為它超彈的 它就是SML 可以非常輕輕鬆鬆駕馭 然後呢長度 看一下NU161 完全就是完美的長度 我們完全不會看到屁股蛋 又不會過短過長 整個身形比例就是 我覺得非常的好 就是很好搭的一件褲子 給大家看一下 在腰頭的部分是這樣 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 所以呢它不論是今天我真的 硬要穿一套set 都不想動腦筋的時候 老實說就真的很好看 好那如果呢你今天呢 想要把它拆開 等一下NU161也會告訴大家 到底拆開要怎麼穿 拆開到底要怎麼穿 好所以呢我覺得這一套CP值非常高 天氣如果再冷一點點 有些人說我想要整排扣起來OK 那對於我不會整排扣起來 我覺得比較中規中矩的感覺 我呢應該只會扣下面一顆 我為什麼扣下面一顆 我穿套裝通常都扣下面一顆 因為我有一個八個月的小孩要抱 有時候我全沒扣的時候 他可能衣服會掉 扣一顆就算他在我身上爬來爬去 我的外套也不會掉 然後呢拍照也有小性感 所以我通常都會扣下面一顆 或是兩顆做一個拍照的造型 至少我的外套在身上不會掉 好所以呢可以給大家這個小建議 你們可以自己穿搭 那外套的部分我等一下會教大家怎麼搭 好如果呢你今天是想分開穿搭的人 登登 這個褲子不是我拉很用力 是本來就這樣 而且非常的軟非常的輕 而且他的下身又是深色 所以呢你來搭什麼衣服都好看 那我剛剛前面有推薦大家買這個 其實也不用推薦 這個呢我們已經連賣了好多好多 而且好久好久了一直在追加 他就是一個非常好穿的荷葉袖大坦的上衣 剛剛一開始我就穿黑了 現在用白色給大家穿搭一下 他就是一個超坦 超端然後非常好看的 那如果是下身的話我覺得這樣 而且他下身真的很好用 就是他是鬆緊帶 而且呢他很薄 而且他有做一個那種像假的拉鍊 但是假的整件就是讓大家很穿搭 很容易穿搭很簡單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出門了 這樣就比較休閒式的穿搭 那褲子當然你要再搭別的衣服啊 動動上衣啊等等之類 或是大梯我覺得都很OK 所以呢我覺得可以看大家自己怎麼搭 或者是呢這個 這個我們也賣得很好的這種動動針織 如果你今天下身想要穿一個牛仔短褲 然後呢你可以穿這個 像我自己就有買這一套 然後我就會把它分開穿搭 它就是一個小背心 然後送你一件就是超級涼的外套 然後這個啊你去海邊也可以用 就穿比例的時候你可以把它照在外面 這樣 好 然後你想要身形比例比較好一點的話 你就塞進去 這樣 好這樣也是一個套裝 好這件我自己是買米白色 然後賣場上有那個藍灰色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 它就是一個會透膚有沒有 若隱若現的感覺 所以褲子光褲子啦 我只有兩個穿搭給大家而已 但是真的有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很好用 它等於就是一件牛仔褲 好不好 牛仔褲 好所以呢我現在想要再來針對 然後這個啊背心你平常也可以 就是在搭其他的花曲 反正我剛穿的那個是套裝組 好那接下來呢我要換那個就是外套 外套要怎麼穿呢 外套又有很多人問說 好啊那送個外套 外套這樣我要搭什麼才好看 好來外套的話呢我還是會搭一個大寬褲俐落的感覺 給大家看 家裡有寬褲牛仔褲 或是比較修身俐落厲害的那種 長褲的話我就會這樣搭 來這襪子超好用 你看喔這麼小一件 超薄的 我剛剛講的這件牛仔是有史以來 它比我們送的化妝包還小 來我們今天滿合上送的化妝包這麼大 這個東西才這麼小 它是牛仔外套欸 所以呢我告訴大家 不論是新加坡港澳的 你們不要覺得我們家牛仔很熱 我們家牛仔全部都是薄料涼感的 所以呢居然有答應過大家 秋裝新品上市秋裝 聽起來好可怕 但是呢都是我們30度以上的高溫可以穿的 還有這個外套我就會這樣搭 然後或者是你穿一些和聲的小洋裝 也可以搭 和聲的小洋裝我覺得搭下去也會非常好看 所以我自己啊比如說穿寬褲 那當然裡面背心你不要用小可愛當底 你用一些就是其他的你自己的小背心 我覺得也非常好看 而且你看那個身形比例多好 褲子的話也是我們賣場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有三個色 請小幫手貼連結給你 今天真的牛仔細也很難選 每一個都是長不一樣 好我要提醒大家喔 滿而正的活動現在正在開跑 那今天因為真的很好買 又是禮拜五然後又有現貨 所以呢大家如果下單到現貨 最快下午就會出貨 很快的你禮拜六日可能就可以收到了喔 好有現貨又有這個情人節的滿額裡 我覺得真的好處太多了 好然後呢今天的牛仔真的也都很喜歡 你買一件絕對不可能就是穿一點點的時間 好所以呢這個是我剛剛把牛仔外套分開穿搭的感覺 接下來呢我要穿的這一件就是我今天一定要大推給大家 這件是今天所有牛仔藍裡面顏色最淺的 它是就真的是淺藍了 我要跟大家說這件是到L號你都可以很輕鬆的駕馭 然後呢我們小幫手剛剛也穿過真的好穿 告訴大家它就這麼薄 好這種布料何難取得 牛仔又要涼感又要好看又要有設計感 真的要因應大家的需求真的很痛苦 因為呢大家看到牛仔以前以往都覺得 哇好熱喔這什麼天氣牛兒叫我們買牛仔 一買還買那麼多 所以呢我們既然有漂亮的款式就會讓大家有 可以穿絕對不會讓大家看得到買不到啊 好所以呢今天呢我覺得這一件是我自己有買很喜歡的 然後呢我要來搭這個大寬褲給大家看 好跟大家說這個啊它其實有幾種穿法 好來正常穿我覺得很多上班族女孩很喜歡 因為呢就是小公主的感覺 小公主小蓬秀那我剛剛已經有折給大家看了對不對 就是它是很軟很軟 所以呢就算我們有公主蓬秀的話 我們也不會擔心說肩膀太壯 好再來呢手袖這邊超級舒服 有些這種小縮口我們都會覺得很緊 然後這個是完全很輕 因為它的鬆緊紙袋是這種 我們是選用這種超級極細的 所以極細的相對它不會勒很緊 好所以呢不論你是想放上來 想拉上去再公主一點 欸有些人很喜歡這個小短公主空中 你自己去取決 但我覺得放下比較好看 好再來呢這個是正常穿 但我就很愛伊智玲 如果你今天想要微小公主的話 你可以稍微拉一下伊智玲喔 好它細節很多大家認真聽 它的扣子是反光深銀色的扣子 所以呢質感材質非常好 這一排扣子是假的 它打不開它是造型用 再來我剛剛講S到L可以很輕鬆的駕馭 它真的不小見之外呢 呃我現在是抽最高 如果有些人說呃我不好意思露那麼多肚子啦 我呢家裡也沒有這種比較高腰褲子 沒有關係你自己這個整個可以拉到這麼長 你呢不想露肚子的人就微微的然後把它綁起來 就可以了 好這個長度取決你自己 然後後面是做這個 來有沒有看到鬆鬆的 它完全沒有貼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剛剛講了 如果是肉肉的粉絲 你可以很輕鬆的駕馭 好這個肚圍呢像妞兒就是推最高 我就把它推到最高 最高它就是最短 最短頂多就這樣而已 好就這樣而已 好所以呢我覺得大家也不用擔心它 好所以呢素面的褲子這樣搭起來 身材比例超好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欸我家裡沒有這種褲子啊 那我等一下會再搭其他褲子給大家 好總而言之它抽起來真的短不去哪裡 而且呢這個蝴蝶姐還會擋住我們的肚子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好這上衣的每一個細節 就像你們看到的真的很多 那我覺得呢本身公主蓬秀拉起來也很好看喔 好妞兒再換一個不一樣的褲子給大家看 因為呢其實呢牛仔很好玩的是 它的下身其實可以非常非常隨心所欲的搭配耶 所以呢我覺得大家不用擔心說不知道怎麼搭 好那我們賣場賣得很好的 我很常在穿的圖騰褲 平常都穿黑色對不對 今天呢因為是淺色牛仔 所以呢我換上了白色 登登 這件圖騰褲大家收到了嗎 又兩腿又長 那還記不記得我幾乎每一場直播啊 一直騷擾大家 一定要買的黑色圖騰褲太好看了 ASML都可以超級輕鬆駕馭 然後呢要買黑白都好都賣得很好 那如果要買白色我就是很嚴格的提醒你們 一定要穿膚色內褲不然真的不好看 它一定會透它是白色的底 所以你想像我一樣這樣比較白色比較明亮夏天的感覺 你可以換上這個圖騰褲 然後這樣拍照超好看 而且牛仔真的只有161長161的身高 真的沒有很高 但是呢腿超級慘的 好然後你要搭黑色也可以 兩色都可以超級美的 好公主秀可以拉伸 所以其實它不一定我覺得不一定要搭素面的耶 或者是你要搭全牛仔的look 我覺得也超適合的 好那接下來我會再搭一件白褲 白短褲就是最基本的大家家裡面一定有的 好這件白短褲預估我們大概之後會補貨啦 就是大家一直在敲碗的 那今天呢就先別問它囉 因為呢短時間目前還沒有到貨 它沒有到貨所以大家可能要再等待一下囉 好那這件我搭的白短褲是因為有些人已經有收到了 那你就可以這樣搭 這個就是一個超級夏天的look了 好所以呢這個白短褲之後都買得到 沒有人會再告訴大家 或者是會請小幫手留意一下 好腰會很窄嗎 剛講了它是到L 好給大家看一下 完全不緊 這樣 好 所以呢我覺得搭白褲也是一個很經典很簡約的一個造型 當然不只可以搭這一些 還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類型的褲子啊 仔裙啊短褲都可以搭 容易皺嗎 老實說我覺得牛仔的東西不太容易皺 那我們家呢微微皺大概就現在你看得到怎樣 你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它是正常的範圍 因為呢你要它軟又要它涼它不要厚 那多少微皺就是像這樣子 好唷 新粉嗎 哈囉哈囉謝謝你 好然後呢配上次的黑色 喔黑色花裙 好小幫手借我一下黑色花裙 黑色花裙當然可以 我就說其實這件上衣真的有太多 幾乎下身我們應該隨便一拿 至少有十個下身可以配 所以呢你們剛剛很聰明的 有買到黑花裙的人 完全可以 很搭很適合 所以呢這件上衣真的是蠻無敵的 而且呢你不想穿衣之靈的人 其實還是有部分很多粉絲不穿衣之靈 然後我剛剛講因為它是軟料的 你看你稍微把它剝一下 它是不會讓像外面的公主秀突然很重 大家很害怕 所以這件就是有如公主般 你想要衣之靈 而且它是微方靈的 你想要衣之靈方靈圓靈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是不是超美的 好喔 所以呢這一件呢我還蠻推薦大家的 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一定要趕快去搶購 好後面進來的粉絲 我繼續再講一下馬兒鎮的活動 今天的馬兒鎮呢我們就是買1500有這個東西 然後呢售王為止 馬幣的話馬下官網是200元 所以呢如果你有買的 有達到這個金額的人 不論你是買舊的新的特價什麼 只要是你的訂單結帳金額有買 就有喔 然後呢不知道怎麼使用去看一下我們官網 大家都在搶購這個東西 那數量真的不多了 尤其是到禮拜五了 然後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踴躍 好那我要再繼續囉 我要再繼續 所以上衣的話我要多掉囉 接下來呢我還有厲害的東西 那我要再講一次喔 就是它是可以這樣子的 你今天害羞不想露那麼多 我整個放掉 然後它的大小是這樣的 所以呢大家不用擔心 我覺得這件真的不算小件啦 這算不算小件 這算不算小件 好囉 我要繼續囉 好再來的部分呢 我還有今天有一個也是set的 要穿給大家看 就是它有一件牛仔短小的馬獎背心 然後配上牛仔襯衫 我覺得這件CP值很高 告訴大家它就是一件很短很小的牛仔背心 那一樣喔 就是你可以自己裡面穿搭一些小可愛之類的東西 好然後呢它就是一件你們看到的這樣子很短板的背心 然後肩帶可以調整喔 好那我來搭配我很喜歡的這個圖騰黑褲給大家看 好那你不想這件短上衣它是一定會露肚子的 除非你像我一樣偷偷的穿了這種高腰一點的裙 高腰一點的褲子就可以了 好給大家看一下 這件小馬獎我很喜歡 因為穿起來很瘦 然後呢我剛剛講了 我們今天所有都上牛仔系列 已經聽到現在了 已經40分鐘過去了 每一件的牛仔刷色都不一樣 再來給大家看這件刷色超級漂亮 這件刷色它是帶有一點點格紋的牛仔 它有那種格紋白線條的牛仔 我不知道怎麼給大家看 反正呢這一個顏色跟剛剛前面顏色都不一樣 它是很標準的中間藍色的牛仔 好這個牛仔在牛仔服裝界裡面其實蠻少出現的 你們看到的牛仔都是那種牛仔 知道我在講說嗎 但是呢這個牛仔很特別 好它一樣是一個set 那本身來我的肚臍在這邊 如果你是穿中腰褲低腰褲 告訴你這一件背心它就是這麼短 你就是會露肚子 所以呢跟我一樣我不想露那麼多肚子 選擇一件可以讓你伸縮至如高低的褲子裙子都可以 完全不要露到一點點的肚子 好後面的話它是一個set 我先把這個放旁邊 好這件我自己有買 因為我覺得這樣穿又沒有露到肚子 而且完全就是惡霸比例 腿超長的 然後呢後面呢我因為穿大的關係 我就不脫我的小可愛 一般你們就穿那種半截式的小可愛在裡面就好了 然後它是可調式的肩帶 然後後面一樣超貼型的 是做整個鬆緊帶 所以胸圍很大的人你也都穿得下 看到了嗎 整圈的 好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又可以調肩帶 然後用 然後你看我下面 完全不是緊的 所以呢比較肉肉的粉絲 你們都可以穿 然後這件是我今天所有裡面上架的牛仔 我覺得顏色很漂亮的 很顯白的一個標準中藍色的牛仔套裝 好然後呢我覺得光覺得這一件啊 就已經CP值很高了 因為光這樣我其實就可以搭我其他的外套 其他的東西了 但是呢它呢其實會送給大家這個 這個會送大家一個襯衫 來我們剛剛講過N百遍了 我們今天所有上架的牛仔 都是軟料的 所以呢全部都是駁款 所以呢不要 今天有沒有發現 不論是新舊粉 沒有人問我會不會熱 我們完全沒有聽到熱這個字 好就知道你們都有聽進去我說的話 我們所有上架的東西 都是30度以上可以穿 軟全部都是軟的 絕對不是你們看到那種很厚很硬的牛仔 好所以呢來我要穿上去了 那這件藍色真的穿起來很好看 那這個外套它算是比較oversize的外套 所以你們穿著的時候啊其實就不用擔心 大家都可以穿 然後它就是一個很修身的一個set 讓大家很舒適的穿上去 那外面這一件啊用途很多 好大家應該已經可想而知了 如果GN的洋裝什麼東西 拿來搭這個牛仔襯衫多好看 有沒有發現這個牛仔襯衫有線條 跟我們以往的牛仔色都不一樣 有沒有 現在褲子大腿粗且短的穿上會凸 凸凸什麼 什麼意思 因為這件褲子本身它是有彈性的 然後真的很修身修臀 所以這件是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呢本身因為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是骨盆會寬嗎還是是什麼意思 好短褲的話等一下請小邦小邦 我準備比較中高腰 我等一下準備一個比較中高腰的褲子給我 然後我們穿一下 因為我本身我也不想露肚子 因為它就是一個蠻短板的 所以我都會拿中腰以上的褲子 盡量不要露太多 好這個是長褲的穿扎 然後呢這一件因為是軟料 所以呢即便是你今天想要走這樣子的風格 這個就是我平常出門你遇上我 我就會這樣穿 好就是做一個 而且你看到Oversize 它就是你要自己分開穿搭 或是我們今天一個Safe給你 直接這樣穿搭也非常的好看 那我覺得它的特色就是第一個夠軟 第二個我真的覺得是顏色 顏色它是顏色取勝喔這一件 而且它又是1加1 真的是很好用 以前都不穿牛仔喔 牛仔真的很棒 好我等一下要配一下下身 如果是短板類的給大家看 好所以這一個就是我平常出門會穿 第一個我不露肚子 第二個又微想性感 又想遮陽 然後又想用牛仔 我跟你講牛仔去外面拍照 不論是什麼背景都拍都好看 不論是在吃飯 不論是你今天有個網美牆或是什麼 反正牛仔為什麼大家都那麼喜歡 為什麼大眾都喜歡 就是因為它耳環好搭 拍照拍什麼牆 即便是你在吃口麵 只要穿牛仔就是很好看 然後這一件我真的覺得是它顏色取勝 很棒喔 好然後褲子呢可以這樣搭 然後或者是你們剛剛說的黑花群 我看一下黑花群我覺得也可以 這樣 如果你今天想走比較熟女的 不想像牛仔那麼俐落 就是比較帥性的感覺 我們可以走女生一點的 女生一點的話他可能就是穿花裙 然後或是短褲都可以 好然後呢我來換換喔 好我呢如果 但是這一件褲子現在沒有 好我要先我穿一下GN的這個褲子 如果你家裡有比較中高腰的褲子 那我現在穿的這個褲子 因為它目前已經沒了 但是呢可以告訴大家一下 它穿起來是可以這樣搭短褲的 那些我剛剛講前提你要拿中高腰 超過肚臍的 不然你就有可能會露到肚肚 知道嗎 這樣 你看喔我已經拿超過肚臍以上的褲子了 它都還會露一小結 所以呢我剛剛特別的強調 這一件是一個短板的小背心喔 然後呢我自己穿搭的話我會這樣子 剛好把它綁起來 然後把它放在中間 這樣完全看不到我的肚子 還是有一點辦法的 自己想一點辦法 然後我覺得這一套一定要買 因為我自己有買它的顏色超美 CP值非常非常的高 兩件呢外面這一件之後要怎麼穿搭 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我再換另外一個褲子給大家看 好我再換的就是 我來換一下全牛仔的look給大家看好了 好這一件是我們一直都賣的非常好的 三口牛仔褲 雖然現在買不到 但是呢你們可以先看一下 之後呢如果有補貨的話再買囉 好不好這一件呢就是現在真的 一件難求 好所以呢請大家自己 好或是剛剛我介紹的寬褲也可以 來 你看喔我已經穿肚臍以上的褲子了 全牛仔的look 好它就是一件短板的上衣 所以呢我剛剛講的一定要穿中高腰 最好是鬆緊的 你穿一般牛仔褲最多一定會露這麼大一截喔 你看你可以接受就可以接受 那它真的你看 牛仔褲一般都這種顏色 我就講啊這一件是顏色取勝 怎麼看我的上身都非常非常的白跟亮 好然後你就可以這樣搭 然後它很棒的是 因為它是短上衣所以就配女件這個 然後呢我一樣我還是會把它綁起來 然後我綁好之後就又露不到肚子了 很厲害喔 這樣 好如果你今天是牛仔趴 欸這很多朋友都會扮牛仔趴 因為每個人都有 而且又簡單又好看 然後又好穿搭 所以呢我就會走這種風格 這樣子大家很喜歡 然後或者是 這個 欸小方有借我這個黑色吧 好我們這個大寬褲我剛一開始有穿過性色 好配這種褲子也可以 就是我講的 是鬆緊的 是高腰的都可以 我會再配足黑色的褲子給大家看 好然後它也是偏就是寬褲 然後最好你不想露肚子的人 已經將你小配勾了 你最好就是穿著的是我們的 就是比較偏高腰 然後有彈性的 你就可以很輕鬆 就不要露肚子 所以呢當然有一個族群的粉絲 喜歡露肚子 有些人不喜歡露肚子的話 就是看你們怎麼穿 今天教了大家非常多的穿搭 或是這個 黑寬褲這樣 喔這個長腿妹褲真的 每次看到鏡頭的自己 都覺得超瘦超高的 好我把它打開給大家看 你看 這樣子我就可以接受 又瘦 腿又長 然後又好看 好然後外套是完全軟料 就一加一送給大家 那如果你今天出門 不想要整套穿搭的話 我們的這個六色外套 我覺得也很適合大家 就是六色冰涼真枝 再給它搭下去 好這樣也很好看 好這個我平常出門會穿的 這樣子 就是這個超級大坦的六色外套 搭棉麻褲也很好看 你只要是 大家應該能理解我 只要是能夠往上拉的褲子 盡可能的不要露太多肚子 都可以 但有一些小辣妹 不要年輕的 你有小男腰露 當然能露最好 衣服就是設計短板給你的 當然就是要你露了 好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取決啊 那像如果帶小朋友三個孩子 看地區去海邊 我覺得我也可以露啊 但是就是帶海出門 我覺得我都會選擇這種 比較俐落一點 然後不要露太多 大家露這樣五公分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超好看的 然後六色外套啊 我覺得就 反正就六個顏色 總而言之它就每天就是 我一定要介紹給新粉絲 你自己去選 好自己去選 每個顏色都很好看 好我要繼續囉 我要繼續囉 好 再來呢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看的東西 叫做長板牛仔襯衫 好這一件呢 是我覺得它CP值超高的 等等喔 好然後在我換裝的同時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今天有買額正的活動 所以呢你買1500 然後台幣1500 馬幣買200 就有機會獲得囉 很容易的 好接下來這一件牛仔外套啊 它呢我先穿個 上衣背心 好等一下喔 等等我喔 好裡面呢我想出穿搭一下 不一樣的給大家看一下 好我裡面穿的是我們上架賣的非常好的 有點像雪紡綿密的背心 它一樣是有三個色 好 先給大家看一下 好我搭配的是昨天上架的這個 然後顏色給大家看一下 這也是見過喔 這我賣的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它綿密 你這個人很多昨天爆色 你想要看穿搭三個顏色 其實你點那個頁面上方有商品圓結 自己看就是我昨天的穿搭 超級好看 那我現在要拿來搭這件牛仔 好 這件牛仔外套呢 它可當長版外套 又可 它很長喔 它是可以當長版外套 然後呢 這件我自己有買 它就是一個很韓風女孩的作為 它呢可以穿小白鞋 高跟鞋都好 然後呢 我先把它搭進去 這件超美 好 它可以當一個長版外套 那你看你自己 它本身是oversize 大件的喔 然後呢 它是肩膀有一點點微刷白 像現在的季節啊 我覺得蠻適合 就把它折成七分袖的 還有啊 因為牛仔很喜歡帶一些 就是小金飾 所以呢 我就很喜歡牛仔 我覺得很協調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它有一點刷色 看到了嗎 這是今天顏色裡面 超厲害特別的 今天的牛仔都很好看 我覺得超難選 因為隨便選哪一件 我覺得都可以的感覺 而且我介紹到現在 沒有一件是一樣的 好 所以呢我自己出門 我是把它這樣穿 然後呢 有沒有看到它排扣很多 那這是第一穿 然後我如果穿打開的罩衫的話 我會比較選擇是就是穿高型 我覺得很好看 這樣 然後如果你比較想要有型的話 牛仔真的不論是搭老帽 還是草帽 我覺得都超好看的 就是比較有氣勢的感覺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 想要看一下你們想要的風格 是哪一種 那這一個呢 我是把它打開當罩衫 那大家有看到它最特別的就是刷色了 就是它有點微刷白微刷白 然後呢 就是可以當一件大件的罩衫 然後Oversize 大家都可以穿 牛仔是標準S喔 所以我可以穿 我覺得大家真的都可以穿 好這個是比較休閒式的 好再來有沒有看到它很多扣子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把它全部扣起來 嗲嗲扣 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呢 要開扣 要用扣子 這麼多超麻煩的 好所以呢 我呢 就把它全扣起來 而且嗲嗲扣 不論是在開還是在扣 我覺得都輕鬆很多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是找這一種 好 你看很快喔 好 扣起來之後呢 我就會上面再開一顆 如果我裡面有穿衣服的話 我就會稍微小微露的感覺 而且呢 它又口袋 好這件呢 它本身就是一個寬鬆型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覺得扣起來的洋裝 你不喜歡 覺得很寬鬆 你自己搭腰風 或者是啪 整個打開 就像我剛剛一樣 然後它有 其實我穿好 它有點前短 後長看出來了嗎 好 它是比較偏韓風女孩有沒有 前短後長 那牛的身高是161 150的話 後面會比較長一點點 前面我覺得還好 然後它整件很挺 這個是真的口袋 真的真的口袋 你們的海外物流很快 禮拜二訂的 今天就在新加坡收到 非常快 只要呢 你看我們的海外都這麼快 不要說我們台灣地區 在台灣更快 所以我就說 只要你們財穩 真的喜歡 又有活動又有便宜的時候 然後有現貨的話 真的很快 真的真的 不論是坐飛機的 或是直接在台灣運送的 真的都非常非常快 好所以這件我今天超推 因為我覺得它是有 漸層刷色很喜歡 好然後呢 我剛剛講了 如果你覺得 整個這樣子感覺 好像很寬鬆 不喜歡的人 當然我是S號 所以你們自己看一下 好如果大家老帽的話 它就是這樣 很舒服 然後有做口袋給大家 整整是寬大版的喔 這一款是寬鬆的 如果你不喜歡寬鬆的人 你可能就會有所考慮 看你自己 然後我自己是有買 因為我覺得它不論是寬鬆 我很喜歡 或是接下來的 我自己要搭腰風 我也很喜歡 所以我自己有買這一件 好等一下喔 好如果你有萬用皮帶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稍微做一個小小的變化 好就是這樣 你可以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 但是呢 因為本身的設計 就是要讓它寬寬又大大 所以我其實覺得 好是這個新粉愛上了GN 謝謝 雖然我自己本人就是 完全就是喜歡走寬大路線的人 好所以我覺得 不論你是要搭 那它真的是蠻寬大 它就是那種 日本韓風偶利的寬鬆版 好的寬鬆版 小包索你褲子有改嗎 沒有 哇小包索才好長喔 沒有 我看到小包索穿了我們的寬褲 我都要穿高鞋 他居然穿明領的 我都要穿高鞋 他居然穿明領的 漂亮漂亮 好但他戴口罩 他現在很害怕 好他已經溜走了 好跟大家講 他這一件 就真的是一個寬鬆版 然後整個如果拉開了 好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很俐落的照扇 那這一件啊 它是今天所有裡面牛仔 稍微比較厚一點點的 好稍微比較厚一點點 但是啊所謂的厚一點點 我覺得也是薄的啦 因為你看它還是很軟 它還是很軟 然後呢這一件啊 因為它是走外套式跟洋裝式 所以呢它可以穿的季節再更長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 這件牛仔外套也沒有 這件外套也沒有比牛仔外套厚 它也是整個是軟的 所以呢大家都不用擔心 這件事情 袖子可以放下來 那是因為我剛剛說的季節嘛 我覺得現在還在35度 我自己啦 而且要抱小朋友做事的話 袖子放下來 其實呢 只要是在這個直播結束 好 只要是 只要是手這邊 只要是在戒指之上 我覺得都是正常的長度 然後它很棒 它是呃呃扣 所以呢我扣起來給大家看 它也不會很緊 有的扣起來你拉不起來喔 它扣起來是拉得起來的 所以呢整個的空間都很寬裕 然後也可以這樣 這樣 還有萬用皮帶近期 目前不會有了 好 這樣 超級超級美的 好 所以呢這件我都把 大部分我都把它拿來當罩衫 因為牛兒還蠻喜歡穿罩衫 然後我覺得罩衫 你就是可以穿一些有小跟的鞋 我覺得就是氣勢一把 而且呢這件的刷色我真的好喜歡 尤其是它在肩膀這邊 稍微有點微刷白的感覺 今天絕對讓大家買滿丹寧 而且今天的丹寧怎麼樣 都是鮮貨 全部都是鮮貨 好超級超級琳瑯滿目要什麼 有什麼而且都是鮮貨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 滿了正的活動 我覺得趁今天啦 我覺得今天還有 但是等一下晚一點就不知道 那我還要呼籲大家 這個萬用 不知道怎麼用的 今天也沒太多時間介紹了 但是呢反正 這張圓圈 幫大家準備的馬額正 絕對都是大家會喜歡的 兩個顏色不要挑了 也不能挑 收到哪一個我覺得都好 因為兩個都是我很心愛的顏色 相信大家也都會喜歡喔 那這個東西數量有限送完為止喔 雖然我們活動會開跑 但是送完為止 那金額就是不論你在什麼樣的地區 買1500或是買馬幣200 就有了 不論你是在港澳新加坡 通通都有 那特別要留意的是 你買到的如果是現貨的話 你就可以今天就出貨 所以我真的覺得好處很多 好 那我再搭一個露盒給大家看 好 就是五分褲的露盒 好 那我再穿回今天的五分褲囉 今天的五分褲真的是很難買 那它的數量已經快沒了 那跟大家講它不開放預購喔 所以如果你們等一下如果不信的 沒有買到這件褲子的話呢 就可能要再等囉 再等囉 好 剛剛呢五分褲 我一開始都是搭比較休閒的東西 其實呢五分褲你要來搭一些我們家這個 這背心賣超好 它是有紋路的背心 我給大家看一下 好 它是有紋路的 然後呢這個顏色超級特美的 好 昨天都穿過了 然後白色絕美 因為超級白 白的要命 然後不要看它很無聊 它穿起來真的很漂亮 然後它是利用這個布料跟肩帶的特色 這樣 好 已經買G.M買上癮了 口袋有限 真的很好買啊 因為G.M真的很盡心盡力 努力在做款式給大家 然後呢 有沒有這三個色 然後我身上是深藍 不是黑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說 五分褲是不是只能很帥性 沒有耶 其實五分褲在牛兒的定義這一件 它是有彈性的 然後我一樣是穿S號 正常正常指寸 SA沒有差 那今天所有的牛仔 就這一件不開放預購 所以呢要特別特別提醒大家 你看拿五分褲穿起來 腿那種強的 真的是很少見 然後呢 如果你穿這樣 你不想穿小白鞋 你可以穿皮裡拖鞋 我寫得很好看喔 這樣給大家看 好的 這樣 這樣你看你意想不到 因為我這一次啊 我們做的五分褲 它不是這種 馬褲緊的 我們第一代馬褲是緊的嘛 不論是大腿的跡象 下面也緊 大家都很擔心 這一次你看 連我穿拖鞋 因為有些人喜歡穿比較 不要那麼就是 那麼休閒 或是比較帥性的look 想要比較小女生一點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不用把五分褲穿得那麼帥性 就這樣子也可以啊 這樣 很簡單 而且這一件衣服是深藍色 藍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整個人就是提亮膚色 可以配長袖 褲子可以配長袖 有就我現在這樣 然後我這一件就是今天 不是只有今天 是每張訂單幾乎人手一件的六色外套 然後是冰涼針織 然後呢 它就是 潤舉很彈 很彈 然後完全是透膚的 涼感的 而且有小帽帽 好 然後 如果你不想當外套穿的時候 它可以當小性感上衣 把它全部扣起來 好 那白色就是賣得很好啊 就是我每天都在 每天都在穿 然後我稍微套 今天都還沒時間套到別的顏色 好 然後黑白色都賣得很好 因為呢 黑白色就是基本色 然後我再唠叨一次 欸你看有沒有看出來了 我身上深藍色 外套是黑色 然後給你看一下它多透膚 超坦的 涼感的外套 好 然後再唠叨一次 手怎麼樣 黑色穿起來超長 超鬆 然後它不是小件喔 一樣大件 但是就是黑色視覺效果 就看起來就特首 好 黑色白色 然後呢 還有 灰色 很多六色 那這個啊 老粉看到不要不要了 所以呢 就 就在讓我囉嗦一下 因為有很多新粉 好 這是第三色 灰色 灰色我們近期也賣得非常好 你可以拿來搭藍色 你看你意想不到這個牛仔褲 你不可以這樣穿 對不對 平常就是穿字母T啊 很帥性的感覺 GN牛仔長褲短褲真的搭的感覺很像在收集GN的牛仔衣服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論是牛仔系列還是牛仔上升下升都賣得非常好 好來這個就是近期大家很愛秋冬嘛 大家又開始收集一些這種有關奶茶色啊 均綠色的東西 而且奶茶色搭藍色你看超協調的 你看這個我身上這一套什麼東西都可以搭 好這個就是比較韓風女生 喜歡穿寬褲的襯衫的等等之類的女生 上班族女生很喜歡穿這個 謝謝你 KELLY 好然後這個就是第五 穿到第幾個第四個 好再來第五個就是我超級大推的 就是因為我講過N遍了 只要每次穿一次六色外套都會講一遍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的那個每天看直播粉絲是聽到很膩了 這個就是因為我衣櫃裡完全沒有這個顏色衣服 家裡大大小小 真的我就只有這麼一件這個粉橘色的一個外套 所以呢喜歡穿牛仔的我很推薦那個粉橘 因為呢出去拍照你絕對是第一名 沒有人有這個顏色的衣服跟照衫 然後喜歡牛仔的人 牛仔這個色又特別搭 就是有夏天的氛圍 穿起來非常白非常修身顯色 所以這個是很特別的顏色 好 高腰牛仔褲 有現貨 有現貨 差不多每天都訂了 真的是訂紅了 好再來呢 就是目前我買賣的非常好的藍色 好藍色呢近期呢也是衝出一番非常棒的成績 因為呢它這個藍色夠白 很多人已經就買了黑白嘛 想說想再買 我跟你講真的不誇張喔 應該大家數 我現在這樣等於是藍大家藍 它是深藍 它是比較亮一點藍 你看整個人就是很亮 好真的不誇張 其實呢這件外套啊它有六個顏色 真的很多人一開始就先買一個色 兩個色三個色慢慢增加 那一直跟著劇院跟一直跟著念念念看直播的粉絲就知道 劇院很少有東西會超過四個色以上 六個色對我們來 你看喔就連我們家小可愛也不會超過四個色 小可愛呢很多賣家都賣十個色 十二個色 來在劇院四個顏色已經是夠多了 這一次為什麼外套會有六個色 所以我就只好幫大家都添購了 好不好喔 大家都中毒了嗎 唉呀 好 感謝大家 好啦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問題 老實說我非常賣命在介紹 好就是我能盡量啊 我能穿搭的我覺得我可以的 我當然就是盡量穿搭 然後我也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大家有沒有什麼疑難雜症或是問題啊 想要牛耳幫你們解決的呢 好現在可以跟我講一下 然後我想要再套一下這個給大家 就是我覺得這樣搭也很好看 因為呢我現在想要搭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都是搭比較休閒這種五分褲 然後我想說搭一些 你看這小背心超好穿的 好 這樣 我搭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褲子給大家看 每個星期每天我有折空嗎 不一定固定禮拜幾喔 對 有時候有時候沒有 然後這個是我今天的衣服 所以呢 容許我穿過來一下 這個是一個set 1加1的概念 好然後動動上衣我實在覺得太好用了 因為去哪都可以用 好 然後像你穿這種馬褲啊 我覺得你可以把它搭進去 微渣身材比較好一些 然後呢 我不會把它 我現在啊我想要把它當上衣穿 就是上衣的set 然後這不會熱 因為洞實在太大了 好呀 好啦沒有線溫沒關係啦 我們的追加速度跟發貨也真的都非常的快 所以呢 就是沒買到的 稍微等一下就有了 好 啊我們家最難買就是牛仔 真的是牛仔最難買 好我就會這樣穿 好白色超好搭的 好啦這是我今天的著裝 所以你們意想不到喔 其實這種五分褲真的啦 我坊間看到的人 大家會搭 全部都搭T類 但是我覺得我們家這一件就是 它其實是休閒褲 大家不要把它想的這麼可怕 而且你看它跟我平常穿的牛仔褲 跟牛仔褲一樣 穿起來都很瘦 尤其是大腿的部分 然後你看是完全就是鬆的 它不是那種緊的 包括屁股也是啊 有沒有 側身也是 我覺得我超級喜歡這件褲 好然後呢 我的下面一如 你們有興趣的話 好 昨天超多人問說 到底要買什麼色 你們自己決定 然後我自己還蠻喜歡白色 因為它的白是米白 米白 我們很少做米白喔 因為我們一般都是選大雅白 這一次啊 其實轉入秋冬 我們就想要來一點 比較暖一點的氛圍 所以呢就選擇米白 然後這個顏色大家都說漂亮 好所以呢 兩個顏色你們自己選囉 好勒 有沒有什麼問題 很想跟大家聊天欸 但是我發現 不知不覺就過去一個小時 好快 褲子上架啦 好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什麼想問妞兒的 然後買了真的活動 超級可愛的 然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獲得喔 好不好 很容易的 然後它 就是我覺得做得很棒 然後我們特別還是刺繡的 洗人也不會掉 然後是這樣 一個超級懶人的 然後我們家超貼心的喔 大家應該知道怎麼用嗎 就是這邊有 這邊有那個拉鍊 好 兩個拉鍊讓大家放一些什麼 棉花棒啊之類的 然後就把東西都放進去 然後我自己啊 出去旅行 一個是放化妝品 一個就是放襪子 或是小內褲 這樣拉起來 然後把它投進去 就好啦 就可以出門了喔 好 大家的問題就是沒錢 什麼問題啦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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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我了 有心儀的服務如果預計 什麼時候會生產或搜往喔 其實目前賣場不太會斷貨耶 斷貨機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才剛換季而已 那都可以詢問我們的小幫手 今天的丹尼心很癢 我跟你講心真的不要癢 因為真的都很好看 然後如果還沒看清楚的人 等一下你都可以拉回放 今天也沒有什麼現實啊 也不用把大家搞得很緊張 今天是很快樂的星期五 那因為我今天也是覺得 心情特好的耶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可能衣服太漂亮了 然後 等一下你都可以自己拉回放 只是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被出貨的人 我勸你現在在關播之後 之前之後趕快下單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 每天物流出貨是有限時間的 那現在的小幫手 全部都在吃飯休息 你現在如果下單完了 他們等一下上班的時候 看到訂單就會幫你出了 所以呢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才講 買現貨這件事是很重要 但不是要衝動購物 是你真的很喜歡這個東西 好吧 我希望大家買之間的東西 不是衝動購物 然後也不是說買了一件 花了錢只穿一次 沒有 我完全終止不希望這樣 我希望大家 雖然買很多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每天穿衣服 都穿不一樣的 然後可以很漂亮 開心 然後一件衣服請你們穿一遍以上 好嗎 不要有新衣就是 那個舊衣就穿不到 很可憐 牛仔大寬褲預購什麼時候到 牛仔大寬褲預購 牛仔大寬褲預購 應該還要在七天左右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被發貨現貨的話 你可以牛仔大寬褲 可能明天再買 或是一拜一再買 但是 我們都會很快 都會盡快 不會等太久的 嗯 你說網路服喔 其實網路服 我們已經是用最棒的電信了 所以呢 有時候網速嘛 網速比較難控制 我們盡量能解決 就去解決囉 馬來西亞要怎麼忙 馬來西亞是從馬來西亞發貨 然後你可以請小方手提供你官網的網址 裡面有非常多東西 然後提醒新朋友 舊朋友 五折專區 真的時不時會有一些東西 可能是靈馬缺色的商品 或者是 剩的 省少的庫存 會優惠給大家 大家也可以去搶搶便宜 花花看囉 好不好 出薪水就被掏空 發薪水了嗎 欸 今天幾號 好還沒到 欸有些人好像是20號 還是25號發錢 還都好 反正呢 我講了 你們就只要把錢錢充好 就好了 然後黑色也非常有質感喔 你看 我們剛剛的材質啊 它光空的包包 其實不重 不會重 放心 它就是材質超好的 材質超級超級 我穿的牛仔褲是新品啊 今天的新品欸 超級超級好看的 然後這種褲型啊 老實說在外面真的買不到 就算你買到了 真的也可能會微微胖胖肉肉的 那這個我就是真的覺得很難 這個選品真的很難 因為 這件褲子啊 其實我們真的是搞了很久 因為這種褲型啊 穿10件大概有8件會失敗 我認真說 連我自己 大家都覺得說 我穿衣服很好看 連我自己都覺得這種褲子難駕馭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從第一件馬褲到第二件五分褲 這麼久的時間 好 就是當然要給大家一個完美的東西 所以呢 這個呢 大家趕快去買 好不好 真的很好看 昨天的連身裙 昨天全部都預購了 然後胸圍的部分 剛剛小幫手有測量一下 我在旁邊隱隱約約有聽到他們說 你說黑色跟卡其色那件裙子 後面有一個剖開的 那個我剛剛隱隱約約有聽到小幫手說 他說建議到胸圍88公分的樣子 是嗎 台灣小幫手 我剛剛還聽小幫手 他們還自己在試穿 非常非常的認真 所以呢 那件裙子 你們可以再問一下小幫手細度的 不過 那個真的賣得很好 已經售完了 要等預購囉 上次的嘛 牛仔馬甲還會追加嗎 呃如果要問追加上次的馬甲 牛仔馬甲 真的不知道上次的馬甲是哪一件衣服 我們的品項真的太多了 所以請大家 就是 呃 詳細的把品名 丟給我們的小幫手 他呢 他知道的話 他可以直接回答你喔 請問 冬裝大概幾月初 什麼叫冬裝 現在已經是秋裝 你說在冬天嗎 其實呢 居然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會 其實 老實說啦 我自己 我算是禮貨的人嘛 我就是選品人嘛 我覺得 我自己超怕熱 還有我自己覺得 台灣現在是四季 其實 好像沒有到春夏秋冬 這麼的明顯 那大家其實往年的經驗 就是買了好多的毛衣 很好看 但卻穿不到 買了好美的外套 但卻買了什麼手彩的粉 才可以穿 所以呢 居然今年啊 我們現在都是秋裝新品上市 但你會發現 就像今天的牛仔好了 秋裝新品上市 全部都是薄料 我會讓大家在30度 曬太陽的時候都可以穿 所以呢 冬裝什麼時候會出 其實陸續的秋冬裝 我們都會出來 只是說我們就是照著天氣 讓大家 不然你們 如果現在出一個超級好看的 風衣外套 說真的 我已經準備好 風衣外套了 但是 現在買了 等冷才能穿 我覺得很可惜耶 就是買了都不能穿 唉唷 牛仔喔 應該是這樣 預購的商品 我們就找預購找出貨 所以真的很難 給你一個肯定的時間 但我們預購時間 就是7到14天 不等喔 好不好 好 加油加油 能拿今天的淺色牛仔上衣大部規則 可以可以 它就是一個全藍的look 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覺得 你整個人應該會先氣十足 而且拍照起來會非常好看 非常顯白喔 我覺得 我光想像那個畫面就是很好看 所以夏季已經算出清完了 是的 沒錯 我們的夏季出清其實就不太特別多做介紹 都在GM的五折專區裡面 可能就是比較少量的 零庫存的 零碼的 或是零缺色等等之類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上市的 全部都是秋裝新品上市喔 大家 大家大家 那我知道有一些 比如說品牌啊 或是 大品牌 或是名牌 這個秋裝就是分的是 貓衣冬天的嘛 其實往年應該是這樣才對 但是呢 因為真的就像我們講 現在四季真的我覺得差不多 也沒有到很冷 也就是寒流來幾天 所以我覺得 今年啊 我也會讓大家有 穿不完的漂亮新衣 齁 這樣子 好唷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呢 包括我們今年有非常多 港澳新加坡馬來西亞海外粉絲 我相信那邊的天氣 他們 馬來西亞其實四季都是熱的 所以呢 他們更擔心的 如果今天上了秋裝冬裝 會不會我們的 就沒有漂亮的衣服可以買 所以我覺得 今年大家其實真的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我會照著季節 讓大家有漂亮的衣服可以穿搭 好不好 因為 就是我自己也超怕熱的 大口袋牛仔洋裝 一百五穿 會不適合顯得個仔嗎 大口袋牛仔洋裝是哪一件 大口袋牛仔洋裝 呃...你是說雙肩帶的嗎 然後滿額正是送完為止喔 所以我比較擔心 因為今天真的訂單非常非常多 然後新品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 希望大家自己可以買到現貨 又拿到贈品喔 習慣了每天都看直播 喜歡GN的衣服 謝謝喔 那我跟大家說 大家這麼支持GN或支持牛牛都好 那支持什麼都好 拜託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現在沒有做這件事情的人 請你先退出吧 幫我分享 幫我們GN按讚留言 分享很重要 因為要分享給更多女生 希望大家都可以穿得很漂亮的衣服 因為真的穿漂亮的衣服 心情真的會好一整天 或是你看很精 像我今天就覺得我的妝容很完整 我就是自己看對的鏡頭 我自己就是很開心 好 所以呢 我覺得女生啊 自己要好好照料一下自己喔 好 加油加油 好啦 記得喔 如果你現在沒有分享的 就是出去 趕快幫我GN分享 喔 昨天的耳環非常的多 沒有提醒我 我每天要講的東西好多 都忘記了 剛剛講的初清專區 再來還有耳環 我們耳環都會部分的追加 圈環耳環 非常多的圈環耳環 琳瑯滿目的 如果你看不清楚 看不懂的心理私訊問小編 這個圈環跟那個圈環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還有昨天上架非常多款式都沒有了 那沒有關係 我們時不時的都會追加補過道 你們呢自己去看一下 那我今天想上看也有幾款追加補過道 那耳環耳環耳平常直播就不會特別的說啦 就是跟著穿搭介紹這樣 直播是台灣人嗎 我是台灣人 好啦 好 直接購買就可以拿到滿額證了嗎 我們只要買馬幣2000塊 然後你可以慢慢挑選所有官網的東西 或是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合購 不過GN的東西真的很好買 我覺得你一個人應該就可以挑到那個門檻了 沒關係你慢慢看 然後如果你是新粉的話 我建議你們可以慢慢看 那我們的商品頁面上面 都有一個YouTube可以按 上面都有我的穿搭影片介紹 每一個顏色 所以呢如果你是新粉 對GN沒有那麼的認識的話 你們可以慢慢看一下衣服的大小啊 尺寸等等的 那如果是一些售後的服務 也不用擔心 我們大馬團隊小幫手都問得到 你也可以打電話或是私訊都可以喔 好了還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要來去吃飯 快樂星期五總是過得特別快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星期五要帶帶來正能量給大家 然後七七情安節到底是哪一天啊 不知道 小幫手 小幫手很年輕欸 小幫手你不過七七情安節嗎 誰可以告訴我七七情�� 欸對不起對不起 因為呢我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 我真的沒有在過情人街 所以呢 你問我說到底是哪一天 我 嘿誰有 845嗎 是 Kinder 25歲今天還沒到 喔下禮拜但是週間囉 所以大家應該會乘著週末 就是去過情人街對不對 好那所以這個週末 帶孩子出去 過去應該會很多人 很多情侶要過情人節 因為我真的沒有在過情人節啦 你知道三個孩子的媽哪有權力過這什麼情人節 所以呢 對不起對不起 我真的搞不清楚情人節是幾號 嗨呀 台幣買三千有兩個化妝包嗎 來 因為我呢 這邊呢 其實也很大方的告訴大家 我們是一張訂單金額一千五 所以呢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可以分開訂單下單 好不好 這樣 好 我也很想念海外的生活 但現在就是 你不能來 我也不能去 就 我們就只能在等疫情囉 那記得喔 大家出去過情人節 我跟你講 假日人一定有很多 大家戴好口罩好不好 雖然我也是戴不住 我真的超崩潰 好熱 而且化妝然後戴口罩超崩潰 但是不行啦 為了大家 為了健康 好不好 好啦 妞兒 你也沒在過情人節 會蠻兒症會顯示在明細裡 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趕快問小幫手喔 看是你的訂單有問題 還是說 蠻兒症送完了 好不好 你也沒在過情人節 對呀 就是有些 奇怪 可是我們小幫手很年輕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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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 她沒在過情人節 跟安娜跟她男朋友已經在情人久了 就是想說每天都是情人節 好啦好啦 祝祝大家 就是有個週末的愉快喔 好不好 好啦 那如果還有什麼疑難雜症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問我的小幫手 那如果想問沒有的話 我們就下一次直播再問我囉 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 掰掰